要求加強資本市場投資端建設 促進市民儲蓄向投資轉化 這樣證監會為何要促進市民儲蓄轉向投資呢? 大陸媒體12月23日報導 就2021年資本市場的工作運作 中共證監會22日召開會議 要求著力加強資本市場投資端建設 增強財富管理功能促進市民儲蓄向投資轉化 大力發展權益類公務基金助力擴大內需 中共官媒《證券日報》隨後看法評論說 市民儲蓄將是支撐資本市場最重要力量之一 要將這隻大象放在冰箱只需三步 首先資本市場應該對儲蓄資金曉知而來 其次資本市場要對儲蓄動資而來 第三資本市場要對儲蓄有資而來 據中共央行公開資料 直至今年上半年 中國居民儲蓄存款總量約為90.47萬億元 原大陸投行經理鄭義對《大紀元》表示 其實現在居民手上已經沒什麼儲蓄 全部都是抵押貸款 美國華盛頓特區 信息與戰略研究員學者李恆青對《大紀元》表示 中國沒有一個好的投資環境 權貴壟斷所有市場 老百姓的錢只有三個去處 或者將錢留在銀行儲蓄 或者將錢投在股市上面 又或者投在樓市上面 去接着服務所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